活動的情況 你們行嗎? 行嗎? 我們請大家 行嗎?我們也行 準備了一、二、三給掌聲 歡迎馬國上升的朋友 這麼多上升 發財 魚哥,我們又來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各位朋友,朋友 你總是要觀眾,總是特別的 對… 今天實在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今天要做一些特別的事 有甚麼特別的事 今天… 今天是預祝端午食粽 夠特別 不是 今天是預祝碎牛之食 傻… 傻… 沒錯 甚麼預祝碎牛之食傻 我認識你 你的稿是這樣寫的 你不懂得寫一個粽字,知道嗎 我…我甚麼不懂 我特意這樣寫的 甚麼…這樣才夠特別 特別,死撐了… 你真是死撐了 你看看今天的觀眾已經夠特別了 今天的觀眾有甚麼特別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訴你 是 這裡… 我過去 是 今天的觀眾呢 有男、有女、有老、有女 有甚麼特別 我們撐住的觀眾都是這樣的 有甚麼特別 好,今天我們來到金頌農場表演有雅枝頭的 非常特別 請 上次六花洲開幕的時候 我們都在說話 有甚麼特別 我們今天的話題非常特別 請 我們今天的… 不是 我們說甚麼 今天… 端午 是 是 如竹端午就說說屈原 就是屈原就沒得再屈 不是… 屈原可以再屈 不原就屈到你圓 屈到你沒得尖不甩 這樣就為之較特別了 對了 今天是民政總署的愛心種子暖端養 是 我們說說屈原 是 我們在澳門說上升來說 好像是第一次說歷史 是 挺特別 挺特別 還有 還有一整個星期才到端午 現在是晨七這麼早就說要預祝了 還要弄到橫風 澳門人,你說挺特別的 這下也挺特別的 我們風雨飄搖了這麼多人來 很特別的 還有,現在南人爬龍船 現在已經開始端午節了 我們來預祝,這才是應節 對,那到應節呢 對 應節是相當特別的 當然是特別的 端午節這麼特別 你有甚麼話要說 端午節… 侯老文,我先問你一句 是 你有否種 謝謝 我當然有種,不知道有多少種 端午節跟端午有關的 莫哥瑜是配種 謝謝 你叫狗嗎?你配種 甚麼狗?人 甚麼人吃甚麼,總要配合才行 那你呢 就像我一樣,我喜歡吃鹹肉粽 你喜歡吃鹹肉傻 沒錯,我除了喜歡吃鹹肉傻之外 你死了 鹹肉粽而已,鹹肉傻 我除了喜歡吃鹹肉粽之外 我還喜歡吃鹹水粽、蓮蓉粽 豆沙粽、果蒸粽、奴兜粽 端午當夜我還會湯雞、殺鴨、鯨、鯨、腸、蟹 薑、蔥、蟹、一鍋熟,吃頓飽 這樣吃法容疑三酸、金油脂、膽固醇 胸腹血糖、胰島素又不夠 一陣血型肝炎,然後咳嗽 這首不是民間鑽旗主題曲嗎 不是 這首是麗刀隔壁的九場對面的主題曲 哪一間店? 天天插碗鮮花… 大冰 每晚都開放大冰 每晚都開放大冰 洞門哪個樂隊主演? 文哥,學他 文哥,我學你… 不… 他叫他大隻星 我大隻星 郭哥 你別死,你黑心得你的臭樣子 你真是大隻星 殯儀館,你真是幼稚 大節流流,你說些好事,可以嗎 我這些就是好事 最壞的我都說了,剩下的又好沒有壞 何朗門,我認為你對於端午節 都是一竅不通 我一竅不通? 一竅不通 如果你是通,你們都不… 都流出來了 我平,你這個石堅,你不懂 就想裝懂 你就激我這個王飛鴻 在這裡說出來 在這裡偷我的詩 是嗎 有多少說多少 要不然我就開機關 不用開機關 你不開機關,我也會說的 說吧… 今天是應節的 我們說說屈原 屈原 話說屈原就是我們楚國的愛國詩人 是愛國詩人的色 蒲國出了一個單銀佬,叫做賈梅士 那個是外國詩人 他們是淫鬼詩的 我們這個愛國詩人是淫堂詩的 其實說到偉大的愛國詩人 人只屈原一個 很多 為甚麼只是紀念他 不紀念其他人 你畫得很厲害 因為他慘 他慘 他有才華 有魄力 救愛國 憂國憂民 鞠躬盡水死而猴矣 他愛國 愛國,他愛甚麼國 愛英國、美國、法國 我都不愛國 我只是愛德國 他愛荷蘭 我愛荷蘭 你荷蘭… 不是… 他愛楚國 楚國是… 他是楚懷王的同姓兄弟 還是貴族 當時厲害 怎樣 是主管外交部的唯一代表人 就是掌管整個外交部 好,是外交部長 是 高官厚職,避孔向天,不可一世 這不是 他這個人說話 奔奔有禮,典雅風雲 還有進退有據 這樣就好 無故為何會拉柴 來 就是朝上那些奸臣妒忌他 設計陷害他 令他失去信用 那也要是楚懷王 信任這些奸臣才行 是,楚懷王 是Lulu,真的不信他 結果借頭借腦 說調他去齊國 調走他算了 那要是任用這些奸臣 就當國政大臣 沒錯 楚懸可以不去 他本來想不去 他叫楚國日漸衰狼 是 旁邊的秦國日漸強大 虎視,可以嗎 我死人都不走 有個特禮道,力勸楚懷王 跟齊國結盟 我們結盟後就抗拳強秦 然後就分為復興國家 莊敬自強 那也要楚懷王聽他的諮詞才行 就是 結果就是去齊國 去齊國也好 搞好齊楚的關係 是,本來挺好的 怎料突然來了 為了這個丞相,秦國的 叫做張儀 離間齊楚 還說送六百里土地給楚國 是 六百里土地 好 那六國大風上 六國大風上也叫蘇秦 就是被這個張儀弄壞了 是 你何況一個不願 結果齊楚反面 為了多六百里土地 就飛起齊國 沒錯 這個楚懷王也算沒義氣 怎料飛起了齊國之後 接著別人就反口 我給你六里 不是六百里 六百里的土地買物律師 都不找過 臨時合約也不簽一張 沒有 肯定起你飛腳 那倒是,那就慌了 一出兵打他 怎料別人早有準備 接著被人打到一坨 那些齊國佬 那些聲音有牙無牙 是 激到楚懷王 真的哭要殺了那個張儀 人家張儀過海的神仙 關於鬼事 不是,張儀老奸巨懷 他真的走回去了 誰不知殺不到他 還讓他再軍一大片土地 這麼好事 當然了 一大片土地哭不立起他 你猜猜不猜 楚懷王無動於衷嗎 奔作刀 楚懷王當然是興奮 無言快 這樣才知道 原來屈原說的有道理 也好,最後都聰明了 不是 秦王又說找個女兒嫁給他 是嗎 叫楚懷王過來秦國 相真,來… 是陳家 秦王的昏榮是找老襯的 當然,大家老襯 色情陷阱也出了 楚懷王豈不豈不豈不 豈不 這隻鹹獸的女兒 漂亮女兒 必死吧 一隻坐牢就死了 坐過,然後哼一聲 還有一個兒子上位 對,也好一點 新人士、新作風、新軍上任 國家有運行 比舊士還壞 因為朝鮮敗壞 奸臣當道,不順屈原 這樣真可憐 坐過的日漸衰落,慢慢淪亡 當然了,以為新人士 你這個屈原還在嘰嘰嘰嘰嘰 結果最後被人扔出宮 扔出宮不要緊,謝謝 為甚麼 長金當然被人扔出幾次 他會這樣… 阿嘞嘰,阿嘞嘰,供進去 戴長金就可以了 屈原會唱阿嘞嘰 他出宮真的出宮 哎呀… 喂,幹甚麼 你出宮啊,大哥 喂,我出宮 屈原出宮 是… 其實他出了宮就好 出… 一出宮就舒服了 是吧 既情詩書畫墨 做其浪蕩詩,人憂哉猶哉 最閉屈原又不懂說上聲 又不懂彈文歌 那天只會作詩 那麼好 作壞了這支感懷身世 眼見楚國的日衰 又懷念楚懷王 大好江山,淪亡於秦國 於是一時看不開,徘徊雙國 一聲就跳下去,明羅歌 一聲就跳下去 是… 就像楚霸王那樣 在烏江自吻的聲音 一了百了 楚霸王就是後期秦國王的時候 那些是後話 他還沒見楚霸王 先見閻漏王 還見閻羅王也好 沒甚麼 正常說他沒有死乾淨、蠻 那後來楚國怎樣 後來楚國,他死了之後 楚國也沒有了 就像語詠片一樣 有那麼慘時,有那麼慘 慘過兩天,就比金葉谷苦 所以愛國是要有代價 那些人為了紀念屈原 就怕龍船,就吃種了 不是 是,甚麼不是 不是 說到吃,你考不起我,我告訴你 為甚麼 我聽回來… 怎麼說 有些人天時暑熱,沒胃口 有食懶煮 就把飯、菜、拿起一堆 然後用粥葉、荷葉包著它 煮一鍋水 全部都扔進去,一鍋菜 然後扔在一邊,吃十天、八天 一口吃下去,就有飯、有菜 又不用到黃麵旁 又去廚房煮得厚黑、麵黑 這傢伙真是一鍋菜 一舉多德,種就這樣來吧 是,就是怕魚吃了屈原療屍 所以扔種就扔進河裡 然後餵飽的魚,不想這樣 是嗎 還敢來 是嗎 你又知道為甚麼要爬龍船呢 爬龍船,因為他們想救它 誰知江水滔滔,找不到 於是在上面打鑼打鼓,嚇走的魚 是,洞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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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救人為名,洞釘為實 搞一搞就變成爬龍船 亦成為澳門的一大盛事 不僅是澳門,還有國際大使 下星期國際龍舟邀請賽 各國的建議都來到我們這裡 大圈伸手 還成為國際性的體育活動 沒錯 那就忘了誰是屈原,誰是主角 所以我們不是要說話 那倒是 那倒是 不過這麼說 如果屈原遲些到現在出生就不用死了 為甚麼 看《大腸金》 那種逆境自強 那種永不放棄,永不言敗的精神 阿哩哩,阿哩哩,阿哩哩 不是… 如果屈原要看《大腸金》的話 我看,非四十二吋PASMA不渴 為甚麼 但十四吋的魔仔 露眼芬花看不見 是呀,應該用甚麼牌子 也用五牌 骨圓牌 龍船牌比較好 鹹肉腫牌 謝謝兩位,拉哩哩 挺好聽,我待會唱不唱